今天继续来给大家玩植物大战僵尸2功夫事件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22关 又是一个普通关卡吧 我们来看一下 哇塞 摆在面前就有三个武器架 有小鬼僵尸 有这个喝酒僵尸 火把僵尸 还有这个大刀僵尸 其他就是比较普通的了 我们这个来看一下我们需要准备的东西 OK让我们直接开始挑战 首先我们来种植向日葵和火葫芦 用火葫芦把这个武器架给它烧掉 竟然还有一个这个举旗的武器架 这不就是废物吗 有啥用啊 咱才不不那个被他所骗呢 我们一会直接把这个 放在大刀那一排上 不会被你坑到的 好 僵尸开始出现 好 放置第一个火葫芦 烧一个 好 武器架已经被烧掉 给一个冰冻生菜 让这个僵尸的速度减慢一下 火焰豌豆 出现了一个火把僵尸 来 我烧死他 他还是比较怕我们的这个火葫芦的 再来个烧一族 这怎么还出了一个僵尸 樱桃炸弹 炸死他 炎江翻十六 烧 冰冻生菜 加一个火焰豌豆 给我扔一族 再来一个火焰 继续火葫芦 这儿来一个 放错了 火焰豌豆 火葫芦 这儿再来一个 这儿来一个樱桃炸弹 我烧烧烧 烧 炎江翻十六 炎江翻十六 炎江翻十六是对火焰免疫的 接下来继续放我们的闪电 炉尾 火葫芦 这儿来一个樱桃炸弹 好 我让这个 茶壶江湿 慢不下来 这儿来一个 岩浆 翻十六 烧死他们 好 接下来应该是最后的一波僵尸来袭了 火葫芦 再来一个火葫芦加能量斗 应该就可以结束战斗了 好 顺利果冠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